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EY学堂 今天试试和大家讲香港的古迹 一起来发掘一下尼敦道190号阳楼 和一段抗日战争的关系 我估计经常走尖沙咀的朋友 一定认得这一座在尼敦道阿士顛道交界的 一座旧式的建筑 好了,最近因为成功申请了拆卸 有民间的组织考成学社 Urban Studies Institute 做了一个深入的文物价值评估报告 拍了一个短片 向古资会申请 希望将这一栋原本评为三级的古迹 升格到一级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有关这一座尼敦道190号阳楼的建筑特色 以及里面非常精彩 有关香港抗日战争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事实上香港的古迹 其实都不断重建拆卸 都卖少见少了 战前私人的堂楼 可能都剩下一百多十栋 但是你说在市区的战前私人阳楼 就几乎绝职了 受保护的欧洲建筑 大家可能参观得比较多的 都是属于政府建筑 教堂、戏院等等 但是你说私人住宅阳楼 就大多都是位于 港岛的半山、南区 就有些 但是你说在九龙半岛市区 有战前的阳楼大宅呢? 尼敦道190号 都可以称得上是绝无紧有的了 而背后就有非常之特别的背景 无论是业主 以至到里面的人物的持绩 所以这座建筑物 本身过去一直都 只是平为三级的历史建筑 但是自从考诚学社就深入进行了 一连串的研究 做了一个文物价值评估报告 里面就发掘了有关在战时的住户 和抗日战争的一段重大关联事件 现时这座建筑物就称为 香港唯一日暂时期 英军情报行动有直接关系的 民间建筑物 所以想将它提升升级 做一级建筑 所以我以下的讨论 当然有参考到 考诚学社的文物价值评估报告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 他在YouTube的短片 另外今期《信报月刊》 2023年3月日 记者许创言 再做了一些深入的报导 亦都参考了我自己这么多年来 有关九龙半岛的发展土地历史研究资料 合在一起 就有今集的专题讨论 先由业主说起 第一手的业主就是刘崇 战前被人卖小猪 就去了纽约打工 在纽约餐厅打工 就嫁了一个挺有钱的人 就在1929年大萧条的期间 就回流回台山 后来就移居香港 1932年 在尖沙咀开放卖地 允许华人居住 稍后有详细的资料 去分析这段历史 1932年开放地区 让华人居住 而这个地段 就拍卖地皮 刘崇蒂用了 3万港元 买入了这块地 另外就自己 找人去做建筑 就建了这一栋 就是楼高四层的洋楼 当时来说 四层高的洋楼 是已经叫做高层大厦 大家常见 就是战前的堂楼 一般都是两层 三层高的 那刘崇蒂一家 就自己住在楼上三层 那刘下就是由1937年开始 就开办了一间叫做永清餐室 那英文名字 觉得挺好的 Cafe Evergreen 这个也挺时务 很有现代的气息 大家都应该有印象一下 现在对面就是九龙公园 他的前身 这个地区本身 都是有很多 跟军营 海军有关的 包括威菲尼岛 军营 还有海军的码头设施 所以这个永清餐厅 开在这里 就成为尼敦道 其中一间最早的西式餐厅 就有很多水兵来光顺 你看当时的装潢也挺豪华 每台都有鲜花 这个就是其中一张 有关永清餐室的内部格局 但是好景不常 1937年开业 1941年12月 香港就轮陷了 开业三年多了 永清餐室就被日本军 征用做饭堂 由于他的楼宇 是当时来说 是相对高的 而且他又刚刚可以 看到日军的军营 所以天台就成为 可以观察日军动态 和西九港口活动的 一个理想地点 刘崇蒂的两个儿子 陈耀南和陈耀芳 就参与了英军服务团 British Army Aid Group 负责在天台通风报信 所以到1990日 当时就成为了 盟军的情报据点 说起英军服务团 其实也有一段名人故事 据说服务团 由一名英军 叫做Lince Wright成立 后来他成为了 港大医学院的教授 以及港大校长 这件事件 就于是乎 将尼敦到1990日的阳楼 扣连起香港抗日战争的一段重要历史了 那里面最轰动的就是1943年4月 日军就在商船搜到一份名单 记录了有英军服务团的人员姓名 所以就当然大开搜捕了 一个月之后日军就收获了一名头目 之后辰转就拘捕陈耀南 在一次车祸 是神秘离奇死亡 1945年6月到他弟弟 陈耀方都死于非命 甚至说医院是不见了一条尸体 最后尸首是不知所终的 那当然了 刘松蒂一家在1970年战后 将尼敦到1990日卖了 逆手之后也将商住用途 改为纯商业用途 所以大家现在经过上纸 都应该看到现有的用途 全部都变成商业用途了 最近业主也成功获批拆卸申请 准备重建的 所以民间团体 Urban Studies Institute 就提交了一份有关文物的 价值报告 所以这段历史不单止是 建筑物本身具有特殊的建筑价值 更加是包含了 里面人和市 是扣连起香港的抗日历史 和盟均情报据点的重要历史价值 可惜了 2022年12月 据独媒报道 古资会会议上高 会员就对申请升格一级建筑 仍然有保留 部分委员就认为建筑物内部 都已经多次改动 失去了原真性 所以最后能不能够保留 大家可能密切留意 可以告诉我 当然原本的建筑图測 在二战期间已经烧毁了 这幅就是日军占领的时候 日军画的 尼敦道190号的内隆图測 大家都看到了 前面尼敦道 交界就是阿士顛道 或者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建筑物的建筑特色 这个和报道有点不同的 我认为尼敦道190号阳楼的建筑 最大特色 应该是大小飞骑 因为这个地段 刚刚位于一个角街 交界的位置 地理位置优越 变成可以两边都临街 都可以两边有骑楼 这就变成是角街建筑的优点 也可以建筑规模更大 国街是可以比你建筑更多的 所以它面临阿士顛道的这一边 你可以看到 就较长 但是这边的行人路 就较窄了 那个临街骑楼 就只可以 与行人路的宽度相近 所以你看到它就不能够再造 有临街大柱的大骑楼 改用就是这种 我称之为小飞骑的 用圆臂式飞出来的 没有柱顶住 但是深度就较浅 这种小飞骑在湾仔 在南屋也会看到 通常就是一些临街很窄的行人路 就会用小飞骑的特色 所以这里 你可以看到 在阿士顿道这一边 就采用小飞骑 层层都有的 然后就反而在 尼敦道 因为行人路就很阔 所以就可以建造这些 有临街大柱 唐楼一般常用的 大骑楼模式 只有这种国家 现在仅存有 大小飞骑的 骑楼出现的建筑 绝无仅有 另外大家看到 建筑物在1930年代 采用了欧美相当流行的 art decode 装饰艺术 的垂直风格 所以你看到这些 一条条的柱身上高 堆叠的植文式 以及在楼顶 天台的正立面顶 有一个三角形的山墙 这些都是 当时art decode的 一些常见的风格 至于在 阿士顿道的执立面 你就会看到 采用了新古典主义的建筑元素 你看到有很多很漂亮的 骑楼通花 圆文 露台顶 一些很漂亮的枪花 好了 说一说 有关于1932年 这里会卖地 以及之前 为什么会限制 华人居住 背后有一段典故 最早在 九龙半岛前 尖沙咀的一段历史 因为中英还未签订 北京条约之前 其实九龙半岛 已经获得当时的 两港总督 盧荣江 用租地的形式 把九龙半岛 以每年500元租给港英政府 主要是军事报防 在阿士丁到以南 尖沙咀的部分 做军事报防 当然了 清廷反对租地 最后 转转到1860年10月24日 中英就签订北京条约 割让九龙半岛 正式由租地 就变成割让了 当时英军主要占据的地点 一早就租地的时候 就占据尖沙咀一带 所以 将原住的居民 就赶去了 官冲的附近 所以官冲 就成为了 华人在九龙半岛 聚居的地方 反而尖沙咀 就是阿士丁到以南 就变成欧洲人的 专居区 阿士丁到这条路 是1870年代开始兴建的 就是当时 用香港副政司阿士丁来命名 当时的架奏是这样写的 这里有一个 政府通知 就是关于 将原住民 迁往 去到阿士丁到以北的观充地方 互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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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 在那条路 计划 此外 认为 所有中国住民 在这些图表 都显示 在其他地方 互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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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讲了 各样九龙半岛的时期 如何土地的居住 分界 但是 后来 就去到 这一区的发展很快 人口增加得很快 根据《香港01》的引述 林友兰 是这样介绍 当时尖沙咀的欧人 住宅保留区的原因 这个直接引述 当局是用防药为由 尖沙咀至九龙城之间 港达二万英亩的地区 就划为了欧人住宅保留区 限制华人 信入居住 在二十世纪的初年 尖沙咀大半都还是山林起伏的荒原 大批英军就在山坡上摘营 并且将大部分的土地 就划为了军区 只准许少数的葡萄牙人 和欧籍的人士 在东岸 较为平坦的地方 就结楼而居 九龙半岛西南端的海岸 就是九龙仓码头 和巴斯人多拉茲经营的 渡海码头所在地 这个就是香港01引述 林友兰介绍尖沙咀的欧人 住宅保留区 但是我们查询 史料就发觉有出入的 大家都可以 比如说参考Cicillia 2012年的博士论文 里面就有介绍到 其实1902年港府曾经提出 将九龙半岛列为 欧人居住保留区法案 大家还可以搜寻到 1902年的 Karlun European Restoration Bill 但是 并没有通过成为法例 背后的原因 其实是很有趣的 所以这要和大家介绍一下 根据史料 其实主因是收地出现困难 尤其是当时尖沙咀 还是有些原住民有村屋的 所以就在谈判有关村屋赔偿 和欧洲建筑的赔偿 价格上都有差异 所以就谈不了 几次现在收地赔偿 所以政府就改用公共卫生做理由 将整区改划为大众公园 即是说发展做公共用途 所以这个理由就是说我们要做公共公园 去减少药质的传播 预防药质传播 所以这个与林友兰的解释是相近的 是以防药为由的 就变成公众利益 如果是公众利益 政府可以根据村屋的价格 来限制赔偿金额 就不用赔这么多 收了地之后 就在中间画一幅做公园 所以现在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公园呢 就保留了公园用途 就可以解画了 周边的地方可以做其他的住宅 商业用途发展 这段大家可以看回相关的文献 其实看回这幅在1890年画的时候的尖沙咀地图 大家都看到就是说 当时官充山就已经铲平了 改为了军事的用地 开通了这条阿士顛道之后 你会看到阿士顛道对出 仍然写着官充两个字 就是空充 阿士顛道以北 就变成了大型的住宅区 填了海 那么八条的横街 就十条直街 那么就将这个填海区 分成了几十个大小商约的方块 那么这些就差不多是六十米 乘四十米 一条街就放两排的堂楼 那么这里就变成 就是现在大家走的上海街 新田地街的地方 那就是阿士顿道以南的地方 就开始卖地发展了 所以正正就是尼敦道190号 就是各街尼敦道和阿士顿道交界了 所以这个历史就是由1890年 这幅地图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位置非常优越 如果你在四层高 其实天台和骑楼 望向沿着阿士顿道 向西望 其实是可以看到 是当时的军部 这里是叫做Wall Department 这个位置 就是幼莫 就是广东道的前政府合处 观聪市政大厦 和九龙佐治五世公园 而另一边就是海军码头 这个Naval Yag 就是现在的前消防局的位置 所以这个位置就相当优越 那就解释了 为什么可以作为盟军 监察日军活动的理想据点 那么尼敦道呢 其实就是1909年 正式扩展 由罗边神道 就改名叫做尼敦道 那么大家就看到 当时其实都挺清幽的 所以这一段历史 就和一座阳楼建筑 是环环紧扣的 那么大家如果有兴趣 也可以浏览一下 有关考诚学社的文物价值评估报告 和他们在YouTube的短片 好 今集的讨论到这里 拜拜